今天中午 新疆人民会堂正门前 在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声中 中央代表团团长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 一起拉动大红筹部 为中央人民政府赠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宝顶揭幕 庄重威严的青铜宝顶上面 镇刻着胡锦涛总书记 亲笔提携的顶名 民族团结宝顶 韦良玉在赠顶仪式上致辞说 民族团结宝顶 是中央人民政府 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成立50周年 赠送新疆各族人民的贺礼 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新疆各族人民的 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 也寄托着全国13亿人民 对新疆各族兄弟姐妹的 深情厚意和美好祝福 他说 国泰民安乐 家和万事兴 新疆50年的辉煌历程证明 在各族人民组成的大家庭中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财富 团结就是胜利 王乐全代表新疆人民 向中央代表团回赠了 极具新疆特色的大福卦坛 新疆天池风光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司马懿爱买提 在赠定仪式上宣证中央代表团 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群众赠送的纪念品清单 其中 2000万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基金 主要用于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 及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等事业 计算机电教设备 台式计算机等 赠送新疆部分县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层单位 用于开展科技教育工作 培养更多人才 电视机 DVD机等 赠送自治区和兵团的敬老院 福利院 光荣院 幽府院 以及自治区30个贫困县的中学 中央代表团还向模范先进人物和部分基层单位 以及各族各界群众赠送了慰问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懿铁利瓦尔蒂说 新疆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党的恩情 不忘全国人民的支持 中央代表团今天下午分三组 在乌鲁木齐分别看望了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优秀专家代表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亲切的慰问 中央代表团团长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一行 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陪同下 首先来到今年65岁的维吾尔族老干部 买买提肉资塞派尔的家中 买买提肉资1999年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罗干首先向买买提肉资一家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他关切地询问买买提肉资一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当他了解到买买提肉资 至今仍然战斗在工作岗位上 并且两个子女都在从事公安工作时 他说 这是你们的终于支手一次的奉献 你们是新疆 现在处于一个稳定形势平衡的时期 当然这是经济发展 最快的 最快的事情 要没有你们的公安站向上的农率 没有这样好的社会观景 就不能确保经济社会这样维命的向前发展 临行前 罗干向买买提肉资一家赠送了慰问礼品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随后罗干一行 来到新疆农科院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的家中 罗干勉励吴明珠 在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方面多做些工作 促进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陪同看望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回良玉和刘延东 看望慰问了新疆医科大学副校长 全国师大接触青年维吾尔族科技工作者 哈姆拉提·吴普尔 当听到哈姆拉提在民族医学研究中做出的成绩 回良玉勉励他继续为祖国优秀的民族医学研究 做出新的贡献 他们还看望了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 乌鲁木齐海关副官长 塔吉克族克伊纳穆·伊玛莱提夏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司马懿·艾买提和李基奈 来到乌鲁木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古利赛派尔·马木齐家中 他嘱咐古利赛派尔·马木齐 一定要保证煤矿安全生产 发挥工会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 随后他们还看